战神局决赛圈选择一个好的点位有多重要 眼看安全区即将刷新 鲨鱼不想停留一秒钟 提前站点才是明智之举 很多人可能会停在炮楼 但鲨鱼却有更安全的位置 毕竟太显眼的地方太危险 鲨鱼把老马停好 准备去附近的厕所老家 刚刚老马的停放位置就很关键了 不出意外肯定没人怀疑厕所 鲨鱼信心满满 在厕所安全度过两分半 安全区再一次刷走 这个圈想禁卷不能没有扫 即使附近都是人 老马也能轻松带自己安全转 鲨鱼直接躲石头后趴着 但附近人也不少 看到前面起烟 鲨鱼想丢雷尝试 鲨鱼老马太明显了 自己也被锁定封炸 好在爷爷保佑没倒 鲨鱼封烟掩护城 成功炸倒带有自救器 鲨鱼当即决定 封烟骑马前压 没想到 居然恰巧撞到敌人队友 鲨鱼拉到树后成功灭队 场上只剩最后几人 左边有一队 前面也有落单子 鲨鱼先打女大学生 敌人还不知道 打打的赶趴下 直接奖励连打 逮捕小套餐 左前方 敌人威胁很大 鲨鱼想补充更多的投掷物 只能封烟骑马冒险舔包 可却差点被敌人穿死 鲨鱼重新拉回树后避险 敌人不出意外要猛攻 鲨鱼不慌不忙 先封烟掩护打状态 敌人果然忍不住 骑马前压响轻鲨鱼 打好状态 轻松拿捏小蟑螂 敌人队友还挺身 鲨鱼有掩体压根不慌 对面骑马猛攻 被鲨鱼一梭子打残 鲨鱼预判位置穿烟面 只剩最后三人 不出意外肯定是一对了 想继续封烟补充投掷物 可早已经被敌人锁定位置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发生意外 鲨鱼这把决赛圈 打得已经尽力了 战神局独狼小吃鸡 还是有点难度 鱼哥你尽力了 这波要是我们 早就要控制了 没出息